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家族小说 这类题材的创作真正奠定了巴金的文学史的地位 家族小说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 它的构思可能受到了法国作家佐拉的影响 佐拉有一部小说叫《卢共·马卡尔家族的命运》 叫《卢共·家族的命运》 这个也是通过一个家庭它的圣衰那个历史过程的描写 来表现了一个社会的圣衰 表现人性的一些堕落 可能对巴金是有影响的 另外呢 托马斯曼写的《不登·布莱克》的一家 也是写一个家族世代人的生活 由盛到最后衰亡 实际上也是描写 现代社会中过性的毁灭 这些西方的作品都吸引过巴金 可能是触发他写家 这个系列的家族小说的一个动音吧 这个家这个作品呢 是对这个家族 对家 旧家族的制度 对那种腐败的一种揭露 也是对青春 对人性的扼杀 这个旧家庭呢 对青春对人性的扼杀 以及这个旧家庭 必然走向灭亡的那种命运 他要揭示这些东西 是吧 家呢 也是宣泄情感 也有病态的心理描写 也有那种失落的感情的转移 但他的目标呢 是比以前的小说 巴金以前的小说更明确 家的成就 首先在于他紧紧地抓住了封建家长制度的攻击 是吧 向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的观念先占 同时呢 探索了旧家庭崩溃中青年人的出入 所以带有强烈的批判性 判逆性 五世以来啊 写旧家庭表现反封建反旧礼教的作品是很多的 但家呢现在更有思想深度 他不停留在一般的反反抗旧物 他是抓住要害 毛头呢 直接指向家庭伦理中的专制主义 所以他的意义啊 这个也 并不是停留于鼓吹这个自由恋爱 而在表现旧家庭崩溃中 寻求新的出入 鼓动青年人投入社会革命的风流 所以这个主题啊 比起五世以来一般反封建的创作 那个主题呢 要深刻一些 是吧 他在三四十年代 家能够产生 积极的 巨大的影响 跟他的批判性的激进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家对封建家族制度 或旧的伦理道的那种先证 突出的体现了高老太爷 这个形象的结路上 这个形象呢 是代表了旧的伦理道的家长制 这高老太爷是清朝的一个官员 有大家业 子孙满堂 但是他是这个家庭的最高的 执法者 这小说啊 主要写他的专行 是吧 他的话 就是法律 就是命令 他可以把儿女作为私产 分姻作为手段 去勾结社会上的封建势力 这里边写到 他把民奉送给了孔教会 是吧 那个冯乐三 做妾 他一句话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所以封建社会所遵行的君臣父子等级制度 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严格的体现 那小说呢 还写到他很稀微的一面 特别是孔教会那班人 表面上呢 是道貌暗言 实际上是玩发 发蛋 讨小老婆 父子勾结 无辱丫头 什么都干得出来 孔教会 他也是代表 你看这个封建道德 封建文化里面那个稀微 是吧 家里面写到那个 吴老爷 克定 也是 嫖毒引吹 他也是高老太爷 送荣出来的 所以这个被压迫者 在家 这个封建王国里面 被扼杀了人性 是吧 但是压榨别人的 压迫别人的 这些统治者 他们自身也丧失了人性 这小说写这个家庭 旧家庭的视为 破落 崩坏 是吧 都体现出来了 我们读这个小说 现在呢 可以拉开一点距离 会跳出来问 旧家庭有那么坏吗 大家读这个时候 可能会这样问 旧的伦理道德 虽然有反人性的地方 但他能够存留 数千年 恐怕他也不是 完全那么糟糕 可能有他的某些合理性 特别是在古代社会的条件下 他的存在可能有他的合理性 那为什么说他不行呢 反封建 那些激进的行为 在当时呢 应该说都是势在必行 是一种先锋的行为 是受到青年欢迎的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些小说 因为有了一个历史的隔墨 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 现在我们都不一样啊 现在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大家族了 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 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这当然是现在人口政策 实施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啊 它呢 这个小家庭制度呢 跟近百年来的社会制度 道德观念的变迁 也是有关系的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读者中 有很多是读生子女 恐怕很难够很难够理解 就家庭中年轻人的 他们的苦衷 他们的生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今天我们读这个家 从高公馆这个模型中 我们多少可以了解 可以获得 对旧中国封建家族制度 对旧的伦理道德 一些感性的了解 当然呢 家里面的描写 还有一点呢 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感兴趣的 那就是爱情 是吧 家在当年那么受欢迎 是因为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的 和旧礼教的控诉批判 是紧紧的围扬 这个爱情这个线索来进行的 自由恋爱 追求爱情 那么现在呢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 是吧 非常普遍的一个事 大家都很习惯 习以为人了 是吧 无所谓了 但在家那个年代呢 既然是个新事物 所以呢 当时写这个爱情描写 自由恋爱 具有一种震撼力 这个家的爱情描写 不是写得很细致的 但是有动人之处 也带有浓烈的那种 时代的印记 比如说那个梅小姐 和决心的恋爱 是悲戒性的 是吧 他们两个梁小五差 是吧 青梅重 亲头一合 即使按照旧的分价的标准 他也是门当父对的 况且呢 他们已经提过亲了 是吧 两表 当时这个 这个门当父对 但为什么后来分开呢 就是因为两个母亲 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呢 发生了争执 就硬是 等母亲的之间发生了争执 后来就把年轻人 这个亲事给拆散了 梅小姐呢 只好令驾 这小说里面写她呢 分后非常悲惨 而决心呢 因为靠她父亲抓揪 起了一个她并不认识的 女孩 叫李瑞爵 是吧 这个也是很苦的 但这个小说 它有个匠心 设计得很有意思 她并没有把这个 锐爵 就是抓就抓来的 这个 写得怎么不好 怎么让这个 决心怎么不如意 这个锐爵也是一个 温情的 多情的女子 她也非常贤惠 也让决心有好感 但问题是 决心呢 她也念念不忘 她这个初恋的 那个梅小姐 所以她就处在 两个女人之间的 那种痛苦啊 精神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 这个当然了 这个爱情有时候 是弥补不了的 是吧 弥补不了 而梅小姐呢 一直觉得 对这个决心呢 也是十年不断的 就在精神的炼狱中 来熬日子了 是吧 就这两个悲剧啊 那么第三方呢 就是锐爵 当了妻子了 但她非常清楚 她的丈夫 还在 恋念 她以前的女友 但问题 她是善解其意 一方面理性的 善解其意的处理 但内心呢 也陷入了痛苦 就是说 她能够尊重 她的丈夫 旧情难忘 是吧 但她又解不开 这个心结 所以她跟梅小姐的关系 很独特啊 她不是 嫉妒她 吃醋 而是同情 所以三个人都是好人 彼此相爱 又不能放她去爱 是吧 写得那么善良 那么善解其意 这个如果 放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三角 就是情仇 是吧 这个 就要大打出手了 出台毕露了 当时写的 这个爱情 那么的美 那么的痛苦 最后啊 那个锐觉之死 写得很动人的 这个写的控诉 大家看过了 她这个 生孩子了 不让她 在家里生 写光之灾 因为她刚死了人 把她放到外边去 结果呢 就产生这个悲剧 所以这个家 能够让几代的读者 都那么着迷 那么激动 还因为她是 青年的 写了青年的命运 在思索 青年的出路的问题 这也是小说成功的 第二个方面 这个家写了很多人物 她的利益非常明显 主要是表现 那个时代青年的内心 小说啊 缩造了三种 不同类型的青年的形象 那么读者 阅读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 会从中体会 认识自己 到底 倾向于哪个类型 那么现在我们呢 阅读的时候 不可能那么投入了 因为时代不同了 但仍然可以了解 那个时代青年的生活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追求 和他们的困扰 小说里面写的 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主人公 就是爵慧 爵慧这个形象 带有五四 新思潮和唤醒的 一代青年的特点 这个少爷 在高公馆里面 他是最早觉醒 追求过性解放 他感到这个家 旧家庭 无视个人的自由 就是一个狭小的农人 就是一个埋葬青年 理想和幸福的坟墓 当然把这个家写得 说得太可怕了 当时但确实有这个情况 所以觉慧 他是不愿意 不歇意走 他的父辈 给他安排的路的 他不愿意做他爷爷 所希望他做的那个绅士 不愿意像他大哥那样忍住的生活 他的目标是做刺激的主人 就是刺激 掌握刺激的命运 刺激把幸福拿过来 所以作品写到 学会这个人呢 对过性解放 对人道主义理想的 执着的追求 就是我们是青年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幸福拿过来 等等 有这种理想 这种信念 他对封建等级制度 对封建家庭 那个旧的伦理制度 旧礼教 他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他大胆地支持他的哥哥 决明逃分 也大胆地向那种 那个悲尼 就是那个鸭帆 向民奉表示他的爱情 他敢以对抗高老太爷的旨意 积极地投入社会运动 是吧 他也不怕冒犯尊长 公然地揭穿 他们那些 储恶的行径 最后呢 他又毅然地 从这个家庭里面出走 这小说 并没有把这个 杰慧写成是一个英雄 像革命文学那样 他不是写一个英雄 他只是一个叛徒 就是一个敢于反叛 旧家庭的这样一个单纯 而又幼稚的这样一个叛徒 所以他身上啊 有热情 叛逆 追求 这种武士的精神 但是 也有呢 武士青年难免的 那种历史的局限和弱点 所以小说呢 并没有回避写他的缺点 有些章节呢 还很细致地 写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他身上呢 有些旧的产疑 譬如说他对明凤啊 他所爱的这个少女 他敢于表白自己的爱情 但是他又觉得有点遗憾 怎么遗憾呢 认为明凤啊 不是出于名门 如果出于名门就好了 这时候有点 还是有点旧的思想 这个决会啊 最后走出家庭 走向社会 但到底前面是什么路 并不明确 反正是走出去 就是了 我们也不必过多的苛求作品 必须要走一个什么路 事实上啊 那家他已经很有力地完成了 他的使命啊 就是激励年轻人走向社会的作用 所以小说突出了这个 决会那种热情 叛逆 追求的精神 这就是五四以后啊 受新思潮冲击 一代青年的那种思想的特征 他也是呢 决会这个人物 包括家能够受到青年人 欢迎的一个原因